哈囉大家好我是Natasha 歡迎收看大熊湖Vlog 那Big Bear Lake呢在LA開車上山 差不多1.5到2個小時左右的地方 那這裡是一個滑雪盛地 滿滿的都是雪跟森林 真的是超級漂亮的 這是影片讓你們大響眼福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我們有租一台這種大車車四輪驅動的 才能開上山 到大熊湖啦 這個風景我的天 第一個行程來Alpine Slide玩雪中雲霄飛車 因為它4點就關了 所以先趕快來玩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次就有玩到Mineshaft Coaster 票價一個人是20美金 隊伍中還會有企毒拳 到處聞一聞 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 終於輪到我們了 Mineshaft Coaster超級大 你猜猜它全程一共多久 答案是15到20分鐘 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雪 我在森林裡 因為我是一個很怕很怕冷的人 所以我去過最冷的地方是一度的東京 我沒有想到雪竟然是這麼的美麗 有玩到Mineshaft Coaster真的是太值得了 它讓我見識到雪是多麼美的東西 在這上面的15分鐘應該是我12月發生最美好的事 這麼美的雲霄飛車我還是第一次坐 把美麗和刺激結合在一起 真的是太甜才了 有機會來大熊湖灣的朋友們 絕對不要錯過它喔 好漂亮 接著來當地很有名的Teddy Bear Restaurant 吃飯 進到餐廳排隊的時候 竟然看到有當地的報紙耶 超可愛的 馬上被我拿走一份明天來當拍照道具 想請請去IG看 報紙裡面的內容也是有夠Q的 二點了 來看看我們吃了什麼吧 就是美式餐廳啦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他們招牌的Chicken Pot Pie 在這種天氣來點熱呼呼的東西 喔 幸福 它的酥皮配上裡面的濃湯真的是剛剛好 不過真的是燙爆了 Anyway Siggy Chicken Pot Pie 是我在Big Bear Lake吃過最好吃的東西 我到現在還有點點點不忘 晚上燈都亮起來了 但是真的好冷啊 零下真的沒在跟你開玩笑耶 吃完晚餐後就去小木屋啦 路上的冰超滑 我們的車打滑還差點摔到山谷裡 但很幸運的沒有受傷 小木屋裡面超級cozy的 個人覺得裝潢很美 這一袋零食跟紅酒是Airbnb的房東送我們的 真不錯 有乾淨明亮的廚房 右邊有冰箱儲櫃 再繼續往前走是一樓的客房 這間是整個小木屋裡最小的房間 再往下走是洗衣間 很貼心的還有附洗衣巾 接著我們上二樓看看另外兩間房間 上面的房間就明顯大很多 而且有陽台喔 唉 但是這個床跟枕頭真的是有夠難睡 我們住了兩天 然後我們六個人 沒有一個人是睡好的 二樓兩個房間的廁所是共用的 當一方在使用廁所的時候 可以把另一方房間的廁所門鎖起來 有提供洗髮精跟吹風機還有毛巾 那麼這就是簡單的小木屋Tour啦 接下來是遊戲時間 輸的人要罰酒 我狂輸謝謝 我終於拿到好牌了 四張二都在我這邊會不會太幸運 還有童花順是老天爺看我輸太慘嗎 我終於贏了 Good morning 早上的小木屋比晚上漂亮太多了 那就來讓我們開啟美好的一天吧 這個雪森林每成這樣 我真的是興奮到變成一個小孩了 看看我興奮的到處亂跑 再來欣賞一下白天的小木屋 大概比晚上每個十倍吧 好開心 開心嗎 好開心 好開心 那台車爆卡 那台車爆卡 覺得我們去後面推他的車 是 熱台 哇哦 你們兩個私利要一邊吧 哈哈哈哈 吃完午餐後 我們就去租雪具啦 他們會一一試你的雪靴的尺寸 然後教你怎麼穿 租完雪具啦 總共租了五付 我沒有租 因為我今天月經第二天 不想要去滑雪 現在朋友們都去滑雪了 所以剩我一個人在小木屋裡 那我為什麼不去滑雪呢 因為我今天月經 而且還是第二天 如果去滑雪 我一定會寫風 然後草痛 大驚痛 所以我就選擇一個人在家 宅 我今天的野生梅花還不錯 我今天的野生梅花還不錯 真的 朋友們滑雪回來後 我們就去吃晚餐 還有在附近逛逛啦 很久沒有冷到突出煙 我覺得很新奇 晚餐餐廳來到了 大彩雷的Stella Luna 難吃到不可思議 甚至還跟隔壁桌的客人 討論食物有多難吃 桌邊服務 首先是牛排 我們點了三份 一共有兩個三分熟 和一個五分熟 不過吃起來全部都是全熟 我們的Server 把這個牛排 形容到天花亂嘴 所以我吃進口的時候 我整個超傻眼 我想說 Are you kidding? 接下來是豬排 忘了忘記說 我們點餐後 一個小時 他才上菜喔 加上排隊 一共是兩個小時 才吃到 我本來以為 會比牛排好一點的 結果 最後我們六個人 都咬到懷疑人生 咬到臉頰酸 那不行 而且肉是越嚼越沒有味道 餐後甜點倒是沒有菜了 這個蛋糕沒有用很多糖 也沒有用很多油 吃起來滿清爽的 是好吃的蛋糕 餐廳氣氛很好 害我們以為食物會很好吃 排隊了一個小時 建議大家避雷 上菜囉 主廚今天上的是什麼菜 威力長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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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選擇在Santa's Village度過 離大熊湖市區滿遠的喔 幾乎已經是沒有雪的地方了 園區裡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可以讓你玩 看看有多少項目 真的是玩不了所有 例如這個蠻Random的魔術秀 還有攀岩可以玩耶 活動都不用額外付錢 已經包含在門票裡面了 門票是69美金一個人 接著就來看看我玩了什麼吧 我有橡膠在哪嗎 你太瘦了 餓點了 趕快先來吃這個Billy's BBQ 在溫馨可愛的小木屋裡吃飯真的幸福滿滿 點了Biff Brasket跟Pork Rib 牛胸合出了牌 牛胸肉軟嫩多汁 咬到肥油的部位 油香四件 好吃 餓牌撒了滿滿的香料 香料味很重 肉不是烤到軟爛那種 保留原本的嚼勁 也好吃 下一站來玩丟斧頭 丟斧頭還真不容易啊 我連碰到那個木頭都碰不到 OK最後一次了 猜猜我有沒有丟中 丟斧頭的隔壁是打靶 戴著這個眼鏡莫名其妙 覺得自己很酷 第一次玩打靶 我啥都不會 每一次都要轉嗎 試了超久後 我終於成功射出一槍了 其實我都不知道我沒有射中 每一次都要轉Safety 看起來好像很專業的樣子 打中了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什麼都看不到 接著來玩超男的射箭 我的射箭技術真的是爛爆了 看到了可愛的小帽子 這裡還有一個超大的溜冰場 那當然就是要來溜一溜啦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但這裡的冰特別滑 我真的是滑不動 滑冰中的我 雖然之前去Vegas已經玩過一次 但我還是很不會滑欸 看起來不是很難的 就是很聰明的樣子 聰明的我滑一滑還跌倒 然後就摔成這個樣子 真的很痛 So cute 最後來找聖誕老公公的老婆 Messie Claus做餅乾 一個人是7塊美金 登登我們的餅乾 Cookie 看我的創作 這個太鈍了 就變成這個 非常像萬聖節的餅乾 那麼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掰掰 回家途中的景色真的是美到爆